好 民眾黨今天下午是舉行了 記者會是由時任的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來主持 那麼他們整理了在2024總統大選 競選期間的申報的一些支出費用 那麼有幾筆霧燈以及漏燈的情況 那麼霧燈的情況就包含了 先前這個便當費被質疑說 一筆是960元 一筆則是110元 沒想到最後卻被霧燈了 是96萬這樣的金額 對此一起來聽黃珊珊的最新回應 這次財務處理過程有嚴重的瑕疵 申報的過程非常的匪夷所思 如此的草率與混亂 我們將一一查明 也將配合檢調的調查 要給支持者跟所有的社會大眾 一個清楚的交代 兩筆是明顯的霧燈 這個霧燈造成的結果 當然會有總金額的短差 這個也是我們其他正在比對的時候 要做的相關的清查 下一張 第二筆霧燈 我們目前找到比較大筆的霧燈 是有一筆五萬六千元的雜質 它是去購買蜂蜜 那這個五萬六千元呢 被會計師霧燈為五千六百元 可以聽到黃珊珊整理了 除了這個便當費之外 還有這個買蜂蜜的錢也是被霧燈了 那至於露燈的情況 大約是有七八十筆這樣的數字 不過其實也被這個前幕僚也有質疑說 之前這個前立委蔡壁如 面對這個論案的時候是緊急的辭職 止血 不過現在這個黃珊珊為什麼不趕快來辭職呢 那麼今天這個黃珊珊表示說 他身為時任的這個競選總幹事 就應該要負最大責任